大家好,我是小虫,今天给大家推荐五本军婚甜宠文,军嫂不好当,军官老公,你能不能别这么年人? 第一本,军婚燃烧,媳妇太彪悍。 小说片段,她有些不敢相信,她幻想中的美好事,会来得这么快。 她幸福地闭上了眼睛,细细地感觉着她的吻,感觉着她对她的动情,感觉着她想要她的渴望。 如果,时光能停留在这一刻,那该有多好。 沈青葱的眼角,滑下了幸福的泪水。 正在她的唇上辗转,正沉醉于她的甜蜜和美好的消失风, 在突然间闻到她那咸咸的泪水时,瞬间停住了动作,缓缓地放开了她。 原以为,她哭,是在恨她对她的轻薄。 呆在看到她明明流着泪,脸上却带着幸福的笑时, 消失风瞬间明白了她,可这心,又忍不住心疼她了。 这个小呆瓜,真的有够呆的。 她轻叹一声,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,轻轻地说出她对她的承诺, 笑匆匆,我不会负你的。 她养了她三年,也在暗中默默地关注了她三年, 那颗冷硬的心,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她融化, 只是她之前还太小,她便一直等着,等着她长大的那一天。 第二本,军婚,就是要宠你。 小说片段,南文辰的妈妈以免松小宁跟她的儿子多说什么, 她赶紧将自己的儿子拉开,两个人上了车,很快地就离开了这边。 松小宁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,眼泪还是没有控制住地掉了下来。 那是她跟自己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? 是啊,再见。 他们还能再见吗? 已经是行同陌生人的两个人,如何再相见呢? 他们的生活原本就是没有交集的,因为一次相亲才会认识, 从此以后,她再也不会相亲了。 南文辰,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来世的话, 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再见面了,因为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, 我不想体会这种痛苦的感觉。 再见,我的婚姻,再见,我的爱情,再见,我的爱人。 第三本,众生,军婚独宠。 小说片段,不一会,林嫂就端着醒酒汤走上来, 给她喝下去。 全奥明一直坐在床边,见林嫂进来,起身边往外走, 边说道,林嫂是过来人,自然知道全奥明是关心床上这个女人的。 以前全奥明从不把女人往这个别墅里带的, 今天却带了个女人回来,还是抱回来的,种种迹象表明这女人真的是少夫人。 林嫂看着床上的叶细落,长得不错,很美,性格也会很好吧。 跟少爷走在一起真是狼才女貌。 林嫂看着叶细落,不禁笑了。 一直以来全奥明都不肯找女朋友,就连老夫人给她介绍的女人,她也一概不看。 第四本,军婚难违,欺逢对手。 小说片段,看着电脑屏幕上那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来回转悠的人, 不仅沉嘴角抽了抽。 人的方向感,为什么可以插到这种地步? 再看那宽大的军衬衣此刻紧贴在身上, 尽显曼妙的深思,尤其是那解开扣的领口, 每当她尽管射向头下的时候, 里面风光无限,一点不剩的泉落在某人眼底。 冷烈的黑眸掠过流光,浮现一抹难懂的灰色, 浴火从下腹升腾,性感的薄唇精明着, 似乎有些情难自尽。 只要想着这样的美景也有可能被其他人看到, 沐景晨就有种自己的东西被别人觊觎了一样, 狂躁暴露。 按下电话的某个键, 不出一会那段便传来舞阳严肃的嗓音。 第五本,军婚之我是你的冰。 小说片段, 一曲还没唱完, 台下的同学们都已按耐不住, 交头接耳。 这也难怪, 他们可都是一曲酒时候的孩子们, 谁会喜欢听这种举老掉牙词还不新颖的歌呢? 只有于小敏还在认真地看着灵影, 而于小双早已泪流满面。 这首歌, 是爸爸以前最喜欢唱的一首歌。 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, 爸爸就反复教他练习这首歌。 想到这, 于小双缓缓地站了起来, 当你的仙手离开我的肩膀, 我不会低下头泪流两行。 于小双跟林一合唱起来。 有了纤细高昂的女高音伴唱, 联绎的男中音更显得圆魂, 伴随着一个个音符, 深深地敲击着新生们的心灵。 不一会儿, 已有不少感性的女生在轻声唾起, 她们被歌词而震撼。 到最后, 几乎全场落泪, 因为她们听懂了歌词里的内涵, 听懂了军人的灵魂, 也听懂了军中男儿无奈的爱。 以上就是今天小编给大家推荐小说了, 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小虫, 还有更多书单等待您的赏息。 如果您有什么想看小说, 可以留言在下方, 小虫帮您找到同类型的经典小说让您观看。 对了, 为了方便您的阅读, 小编在介绍小说的时候都有附带链接。